大家好,我是铁布山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肃州市临币县淤姬村 我身后这个就是淤姬牧了 这次我们的安徽探访古迹治理就从这里开始 来到临币县有两个必看 一个是这个淤姬牧 来到临币县可以探紧到两个非常有意义的古迹 一个就是我们身后的淤姬牧 另一个就是其境内的盖下之战古战场遗址 都是和楚霸王有关 这一期我们来着重看一下鱼姬牧 了解一下鱼姬背后的故事 好了,我们进来了 进来当然是需要买票的 票价30元 大家觉得这个票价贵不贵 北京故宫的票价最多应该就是60吧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去北京故宫 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票价怎么这么嫌疑 其实它收费毋庸置疑 只是收多收少的问题 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单靠补贴的话 这个地方注定会成为一个荒坟 我原来以为这个鱼姬牧应该是在最里面 实际上我们一进门 左手边就是鱼姬牧 这边有一个它的温宝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温宝贝 这个温宝贝是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鱼姬牧 1986年就公布了 安安徽省人民政府给它立的 后面就是鱼姬的墓了 一进门 打手左手边就是鱼姬牧 我们先搭着瓢叶 搭着瓢叶 为了我们更好地了解鱼姬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 最后再来介绍鱼姬牧 这边有很多悲狼 还有一些霸王别姬 就是鱼姬和项羽的一些故事的简介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知道鱼姬叫什么吗 可能很多朋友会质疑我 鱼姬鱼姬当然是姓鱼名鸡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大家记得我们在商丘渔城探访的花木兰木吗 花木兰奇女子也 但是她的绅士包括她的姓名都是谜团 这个鱼姬和花木兰一样 它的出生时间 她的籍贯包括她的姓名 都是有很大的谜团的 有很大的争议 我们来解读一下鱼姬的名字 鱼姬二字我们先来解读鸡字 鸡的话在古代是美人妇人的意思 和现在的女士美女 基本上是一类的词语 是一个点缀 这个像我们在陕西探访的汉文帝母亲 搏鸡木搏鸡那个鸡和这个是义取同工都是一个意思啊 再来说一下它的鱼字 这个鱼的话可能是他姓鱼 也有可能是他名字里面带鱼字 所以说关于鱼姬的名字 全名吧 不能确定它到底叫什么 因为这个鱼姬文化园啊 除了它的牧师古的其他应该都是附建的啊 我们就不过多一介绍了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这个鱼姬的绅士问题啊 我们从这下去吧 但是这个河还是挺好的啊 风景秀丽 关于鱼姬到底是哪里人 大致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它是江苏素签严吉证人 从小和这个项羽是青梅竹马 长大后驾驭项羽 后随项羽南征北战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鱼姬是江苏常熟人 项羽在常熟一带 在苏州一带起义时 结识了鱼姬 后来两个人情投意合 鱼姬也是名门望族 项羽也是可谓是门当户队 两个人最后就喜结莲礼了 结果也是随着项羽出生入死吧 不能说出生入死 南征北战 随金家属应该是的 关于鱼姬的年龄的话 我们大致可以推敲一下 要不然它和项羽是同岁 因为青梅竹马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比项羽小那么一点 但是大的话应该是 可能不太可能啊 应该是没有女大三抱金川这一说法 他俩结识时鱼姬应该就是十七八岁吧 可能也就那个样子 貌美如花 刚才我听这个旁边的讲解人啊 给那一些人 现在还正在讲解 说鱼姬 貌美如花 琴姬是花都会啊 并且五一高强 这个五一高强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长得好看 应该是真的 这后面啊 就是鱼姬和项羽的雕像了 两个人骑了两匹马 四目相对 爱意绵绵 这个鱼姬是怎么死的呢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霸王别姬 如果有人一口咬定 说鱼姬是自吻而尽 恭喜你 他在骗你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关于鱼姬最后的下场 实际上 史书上并无记载 这个霸王别姬也是文学的创作 他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在项羽四面楚歌 树倒胡孙散的困境下 鱼姬仍然是陪伴在他的身边 这时候项羽创作出了 盖下歌 怎么说的 立拔山兮气盖世 实不立息追不适 追不适其可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和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力量可以拔山盖世 但是命运不站在我的这一边 我的宝马也不能再继续的奔驰了 又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宝马 接着能奔驰呢 鱼姬啊鱼姬 我又该如何的安置你呢 一共就四句话 两句话 提到了他的坐骑 也就是宝马 这个鱼姬在项羽心中 难道还不如一匹马吗 打一个问号 鱼姬听了项羽的话 非常识趣 拔剑其舞为他的王 舞了最后一支舞啊 然后拔剑自吻 这是霸王别姬里的讲法 并且相传他还创作了一首诗 来回复了一下项羽 就叫何盖夏歌 项羽创作的是盖夏歌 他创作的是何盖夏歌 最有名的一句话 也是这样的 以死明治嘛 大王一袭进 臣妾何聊生 这个自尽的说法 其实就是文学上的创作 霸王别姬 关于他正八景是怎么死的 还真不好说 有可能是自尽而亡 也有可能是失踪啊 也有可能是等等吧 是吧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鱼姬慈 也就是拜殿啊 再往后应该就是他的 牧种了 鱼姬的牧种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这两个 这一个 功德香 里面有好多零钱啊 钱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里面居然有一个 盖亚奥特曼卡 不知道哪个熊孩子 给扔进去的 难道这是让鱼姬 看奥特曼吗 还是让景区的工作人员 去击卡 兑换奥特曼 有熊孩子就有熊大人 到中看一下这个香炉 这个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啊 这个香炉里面除了香啊 里面居然有人吃剩下的 这个应该是饼干 还有一些糖果啊 扔进去了 更可恶的是 有大人把烟头啊 抽完的烟头给扔进去了 赤之一笔 我们进去看看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身后这个就是 灵壁县的鱼姬木了啊 前面有一个雕塑 非常的漂亮 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木种 就是鱼姬的木种了 两侧啊 有很多 类似于 什么朝代呢 我也不好说 算是汉朝吧 石像生啊 来看一下后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身后这个就是 灵壁县鱼姬木啊 前面有一个石碑 这个石碑 写的是金国千秋 西楚霸王鱼姬之木 下面有香炉 这个石碑被破坏的很严重 这个是什么时期的石碑呢 我们应该能看出来啊 中华民国十四年 这个还是民国时期给它立的一个石碑 还并不是啊 封建社会给它立的一个石碑 这个石碑啊 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被破坏的很严重 已经是断裂了 然后 这上面的字 以前应该是被人为性的给 去除过 很难辨别 边上这个 这是用水泥又重新给它修复的 我们来找找看一下它的木种 这个木种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是非常非常大的 最起码比山东的霸王坟要大的多 保护的也要好 环境也更加优美一些 周围 看 用青砖给它垒了一个台子 高度到我这个小幅这里啊 应该是有个一米三左右吧 上面有古板 但是时间应该不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木种很大 实际上它原来被破坏过 被夷为平地 这些土也是后来给重新给附上的 你说它这里面有没有石碑呢 这个鱼金木这么出名 难道只有一个民国时期的石碑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啊 这里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石碑 我们来看看啊 落款是光绪27年清朝的一个石碑 光绪年间的 但是我们来看它的规模的话 是非常小的 肯定是一个民间给它立的一个石碑 这个之所以没有当成主木碑 可能就因为它比较小 级别应该是不够的 我们看看能不能读出来一些东西啊 这个被毁坏的也是非常严重啊 在这里 在这里看 被砸断过 都是一些小字 都是一些小字 我们 因为它隔着玻璃啊 不太好辨识 应该是一首诗啊 是一首诗 或者是歌颂鱼基的啊 歌颂鱼基的 我们就不仔细读了啊 是一首诗 应该是一首诗了 所以说它不是 它不当主木碑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我们看看那边还有没有啊 诶 有新发现啊 那边的话是小字 这边背后面啊 是大字啊 写的是西楚霸王鱼基之墓 这一面的话应该是它的正面啊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 主木碑放在前面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它真的是太小了 看 我蹲着啊 才到这里 高度 应该是只有1米3 1米4那样子 可能放在前面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说没有把它立为主石碑 我们看看那边有没有其他的石碑啊 这边也有一个古石碑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是什么时候给它立的 这个石碑有些倾斜 我们来看一下落款 民国十四年 这个也是民国十四年给它立的 那个也是啊 应该是同时期的 都是一些小字 有一个树藤 从这里长了出来啊 应该是个祭祀碑 我们来看看这边 看看这边 这边是毛着的啊 没有刻字 就是一个祭祀碑啊 祭祀碑 其他如果是按民国十四年来算的话 那个应该就是主碑 我们现在谈到鱼姬能谈到一些什么呢 忠贞 贤惠 还是秦鱼子呢 其实我们冷静下来 想一想 其实能谈的并不多 甚至是 只能说 可叹 这是真的啊 因为霸王别姬 那股背良界可能让我们记忆有心 其他的 大家回味一下 还能谈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不妨把他和同时期 同地位的一些女性 做一下比较 都知道 他 是好是坏 是优是劣 有没有什么历史的贡献 那么和谁对比呢 吕智 吕智就是后来的吕后 他是刘邦的贤内助 可谓是刘邦称帝最后很大的隐形推手 那么 同地位的鱼姬 作为霸王的爱妃 他为什么没有帮助 项羽 改正一些错误 或者是成为很重要的推手呢 拉回到现在 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 我们不妨来推敲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择我的标准 假如你在创业 你背后的女人 或者是你前面的男人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是 可以与我们共患难 且机制的配偶 而不是可以与我们共患难 作为花瓶 当摆设而无用的鱼姬 仅是个人观点 希望大家 偷偷珍惜自己的另一半 择偶很重要 不惜无喷 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同篇没有讲这个鱼姬母 是真是假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安徽 可不止只有一个鱼姬母 在安徽的除州 也有一个鱼姬母 也是安徽省 重点文保单位 并且没有开发 据说比这个还要大 他俩 孰真孰假 哪一个是 李逵 哪一个又是 李鬼呢 我们放到下期 一起讲 我是铁布山 这期视频 做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 关注 分享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与关注 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